好,我们来看这个102年的试办的国中会考的第23题 判断下列各式的值,何者最小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选项 它都是8减掉某一个数字 要判断这四个选项里面哪一个最小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看看,8减掉多少 它要整个算出来要最小 整个要最小,代表说这个框框里面应该要最大 框框越大,减出来就会越小 那框框里面,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框框里面都是-29分之13的一个次方 那要最大,那怎么办呢 首先看一下,这里面呢,这个框框里面有分成正跟负 正的一定比负的大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找框框里面最大 所以我们要找正的 11次方,负的11次方,这是负的 所以呢,负的比较小,不用看它 17次方,这个也是负的 负的一定比较小,8减掉负的 它会比8大,它不会比8小,它不会最小,它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呢,你的候选的选项呢,就只有B跟猪这两个选项 29分之13的14次方 和负29分之13的20次方 这都是正的 所以呢,负号呢,我们可以修先不用看了 等于是29分之13的14次方 和29分之13的20次方 谁大谁小呢 29分之13,它是介于0跟1之间的一个真分数 越乘越小 所以20次方呢,应该比较小 14次方呢,应该比较大 那我们要找最大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框框里面要最大 这个最大 这个20次方,比较小一点 那当然其他两个负的就不用考虑了 这个A跟C这两个选项不用考虑 B跟D,我们要比较框框里面比较大的 框框里面B比D 这个14次方比20次方要大 所以减掉之后呢 整个来讲,整个 8减掉一个比较大的 所以整个就比较小 所以这一题呢,答案就选 B这个选项